哇 迷惯了 互相望着彼此 女孩正那样笑着 三家则既不接受也不拒绝 深深折磨着翠花的心 游泳课上三家生病 翠花的泳衣穿了又脱 只是因为她怕三家自己太孤独 放弃了这次最喜欢的游泳课 全是为了来回三家 就像是彼此最大的依靠 你生病我愿意陪你一起 只是因为那是你呀 但渐渐的三家变了 自从她认识了这位她崇门的作家 翠花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 但那个教室却永远少了一个人 因为三家正在作家面前 炫耀自己的作品 轻如显的那种 跟作家在一起的时候 三家脸上露出的笑容 仿佛更加情深意切 面前曾经全部属于自己的这个女人 现在张嘴闭嘴都是作家 那一刻翠花的心被伤透了 不仅无死 今天的周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一方面三家答应了翠花的花花邀请 一方面她又答应了作家的读者见面会 翠花像一个深情的玩偶 此刻被三家悄悄抛弃 而等到三家疯狂跑到作家见面会时 却发现作家正在剽窃自己的创作 那一刻她绝望了 眼前那个曾经才好满身 温柔迷人的女人 彻底变成了一堆垃圾 面对作家苍美的解释 三家想偏自己相信 但怎么也无法劝服自己 不仅如此 三家失去的不只是作家 包括翠花 曾经约好的画画 如今变成了两个女孩脑背的理由 望着翠花离去的身影 三家第一次感受到了无能为力